欢迎收听部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周鹤欣 今晚的主要新闻由 金管局话本港转速快 与内地类似系统 预计春年年中试行互通 陈茂波率领金融和创科界代表团 去到沙特 说希望加强与中东市场合作 日本众议院选举 首相石破茂领告的执政联盟大败 长生内容 金管局宣布本港转速快 与内地类似系统 预计春年年中试行互通 到时可以实时小额跨境过数 有立法会议员估计 初时只会涉及个人对个人的层面 港人陈先生年纪之前 在广州南沙开餐厅 基本上长转内地 他说每个月洗费大约2至3万人民币 但是要从香港户口转钱过来 手续相当繁复 结果每个月要回香港几次 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施政报告提出推动类似转速快的内地网上支付 跨行清算系统IBPS 和本港转速快互联 便利两地居民实时进行小额跨境支付 金管局总裁余韦文确认 明年年中试行 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认为 内地IBPS系统可靠 已经用了差不多十几年 相当成熟 交易量都是非常大的 香港越来越多人都会回大湾区生活 或者是消费 其实我想这些支付场景是会越来越多的 可能是你内地的亲友 又或者是吃饭夹钱 回到香港之后 可以把钱还回给内地的朋友 现在本港转速快 小额支付的话 每日上限大约1万元 根据资料IBPS单不转账限额5万人民币 但是陈振英估计 今次两地互通 会参考本港和泰国Pompay互联的做法 先以1万元为上限 据了解 措施初期 也只是涵盖 个人对个人的汇款 如果可以 除了人对人之外 这个负负的途记 也可以 如果人对公司 我相信会更便利到一些 中小微企 或者营商的朋友 不过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要做到有难度 言行的规则当中 所有汇出境的汇款 都要经过审核 审查的一个机制 如果要去到B2B 一定是一个非常大压的改变 这个其实是整个国家 对于外汇政策的一个 挺大的变化 看来暂时 似乎没有一个很明确 可以改变的空间 他认为今次的措施 最重要是令个人汇款更加即时 慕斯妮士记者 侄愿问不到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代表团 乘搭国泰服航的直航机 五前往沙特首都利亚德 他说希望加强和中东市场 在创科等多方面的合作 Cheers 郭泰航空迹的起伏办停了 七年纪直飞沙特利亚德的航线 逢星期一 四、六各有一对航班 郭泰说是为了进一步 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 完善国家的联通、贸易和文化交流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也是头班机的座上客 率领过百人的金融和创科界代表团 访问沙特 期间会出席第八届 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沙特投资本港的ETF上市移息等等 将我们一直以来自力开拓的新的资金来源 新的市场 即是中东市场 大家能够加深彼此的往还 彼此的认识 可以抗阔我们的朋友圈 亦都可以抗阔我们在生意 在创科各方面的合作 我们知道最近那边的地缘政治局势都比较紧张 但同时间这个本身也是出现了一些机遇 换句话说 在我们和他们接触里面 有很多那边的资金和投资者都很想分散投资 他说金管国会和沙特的主权投资基金签署协议 陈茂波又透露 今次将会有本港的初创企业和沙特当地的合作伙伴 签署合作协议 手班机有超过200个乘客 除了政府代表团 还有去到沙特尋找商机的商务客 我们是香港有个商会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去过 今次都是拿着香港政府补贴 然后就第一次去 很激动 很想去看 直行对我们来说方便很多 你看看来就行 那边人比较富裕 对于我们的产品 他们从来都不讲假的 郭泰说由香港飞往利瓦德的直航航班 未来两三个月的预订量一直在增加 如果反映理想的话会加密班次 无线电视记者陈上圈报道 随同陈茂波到访沙特的 包括多间初创企业 部分会参加未来投资倡议大会的 创科募资比赛 争取世界各地投资者支持 他们的产品有什么特色呢 由钟翠希在沙特阿拉伯带大家去看看 这个不是电影特技 也不是电子游戏 而是本港一间初创机械人公司研发的产品 拿着它掃一掃 能够即时繪製现场环境 也有助建筑物施工时加快速度 加强效率和安全 产品稍后会在沙特阿拉伯 未来投资倡议大会的 创科募资比赛当中 和另外二十几间初创公司较量 争取在场二百多位投资者注资 公司说香港和沙特的建筑环境相似 有信心认得当地投资者认同 这些技术可以帮大家康复那些资源 和自动所有的活动 大家应该没有人希望四十几度 是出面工作三四个钟 至于这一架小型螺旋掌飞机 有望成为全球第一架 获商业认证的四人座电动飞机 由香港初创公司研发 最快年底就会试飞 航程大概三百公里 可以由香港飞到去韶兴 公司说产业成熟之后 飞机价钱和飞行成本都能够大幅下降 有助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国 发展绿色低控经济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找到和我们的发展理念一样的公司 很多国家代表 业界的领袖和投资者 都会汇聚在沙特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尋求一个合适的平台 和他们的交通如何可以在这方面达成合作 有参赛的人工智能 数码营销初创公司 就期望讲好香港创科故事 香港现在我们都是有能够枯化出 可以出到去、出到海 在这个世界不同地方的舞台 站得下脚 看到人 展示到、达到、达到 和可以变得到 投资者的合作 我觉得是一个Hong Kong proud 創方募资比赛会在星期五举行 每间公司有大概15分钟的推介时间 几间香港初创公司都说 他们心情既紧张又期待 不过有信心 他们的产品能够打动到投资者的心 母线电视机就是钟萨希 在沙特阿拉伯 利亚德报道 日本众议院选举完成点票 执政联盟大败、丧失国会控制权 表现是15年以来最差 首相石破茂暗示有意继续执政 不过议席进仗最多 成为大赢家的立议民主党 党魁野田嘉燕表明有意争夺上位 日本首相 自民党总裁石破茂 后星期一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 回应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败 说承知接受选举结果 将继续进行政治改革 石破茂没有直接说是否会辞职 但他说将继续做好这个年度的补充预算 和下个年度的预算 暗示有意继续执政 他又说目前没有计划和公民党以外的政党联合执政 自民党在星期日的众议院选举中 虽然以191只保住最大党地位 但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加上的议席 未过半数门槛 只得215席 被众议院今个月9日解散前的279席 流失了64席 而刚刚在上个月 接任公民党党魁的石井启一 在自己的选区中落败 今次是自2009年以来 自民党议席第一次未过半数 和公民党党魁再次落选 而最大在野党立宴民主党 是今次选区的大赢家 由原有的98席大增至148席 作为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的小泉晋次郎 为自民党的惨败赴上责任 已经获批准请辞 他说选举结果反映选民认为自民党应该改变 共同社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下个月11日召开特别国会 举行首相指明选举 如果届时射破茂没有获推举 今个月1日上任的他将会成为二战之后 在位时间最短的日本首相 比1945年在位只有54日的前首相 东九二公黎言更加短 《独卖新闻》报道 自民党可能会在首相指明选举中 尋求部分在野党合作 包括维生会和国民民主党 但国民民主党党夫玉木一郎表明 无意同自民公明两党联合执政 立宪民主党党夫野田佳燕就说 已经成功令执政联盟失去过半议席控制权 共同社报道 他更加曾经强调自己有意争取成为身受伤 但有舆认为 无论最终由哪个执政 都要面对收取回购、政治改革 和应对物价飙升等问题 无线电视记者吕晓雪报道 大家的金融行情 航生指数收报20599点升9点 全日总成交超过1363亿 但欧洲股市暂时在各别发展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20点 巴黎卡指数升9点 德国德指数跌40点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回报道 76岁的伯伯无牌帮病人针灸 致穿病人的伤肺令到他死亡 承认误杀等罪判金六年 上周19号载人飞船进行发射前 最后一次全区合连 下周19号载人的伯伯 下周19号载人的伯伯 事主神经线受压 曾经用三寸长的针 在对方的腰背先后施60针 事主感到极痛并且流血 被告就说属于正常 男事主完成治疗半个钟后 认为腰痛问题有改善 于是女事主也接受类似的治疗 被告最终获得800元的酬劳 两夫妇之后两次接受被告针灸 女事主事后曾经出现胸痛 休息之后又回复正常 最终在第四次施针 被告基于获告知女事主的右胸右细扭 所以在她的右背施针 期间女事主两度投诉 心口极痛想停 被告只是说拍胸就可以去除痛楚 女事主完成治疗之后 向儿子说难以呼吸 面青 伤唇发指之后变黑 宋远之后证实不治 死因在背部穿透性损伤 人质气凶 警方之后在被告的家 检获过千支针灸针 被告承认从来都没有中医 或者针灸牌照 辩方求情的时候提及 内地出世的被告 在年轻的时候曾协助军医行医多年 并且学习中医知识 31岁偷渡来香港之后 一直以中医的身份上门提供针灸 当香港立法规管中医之后 被告没有办法提供多年来的执业证明 也没有报考中医牌照考试 但又减少行医 法官来远击说难以理解 女事主说右手麻痹 被告就要在背部撕针 被告从来都没有接受过正式专业训练 违反两名事主的信任 奪去女事主的性命 法官考虑到被告认罪 中风之后行动不变等的因素 合共判囚六年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距离美国总统选举一个几星期 共和党的特朗普 主力在南营重地纽约市拉票 而民主党的何锦丽就专攻七个姚怀州 共和党中通候选人特朗普 星期日和他的竞选拍档曼斯 直到被视为民主党票仓的纽约市 在密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造势大会 他在集会中提出减税方案 争取南岭阶层和老年人支持 另一方面 民主党中通候选人 何锦丽就选人何锦丽 星期日在关键摇摆州 奔直法尼亚州的最大城市费城 走访多个地方 包括发型屋 争取少数族裔选民支持 我们不足够赔助教育 学生费费是一个问题 我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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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多个地方 何锦丽也去到一间青少年中心 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他勉励年轻人要适当地求变 又说民主党重视国家的未来 距离大选一个几星期 白宫说美国总统拜登会在星期一提早投票 无线电视记者梁竹卫报导 由美国富商贝卓斯拥有的《华盛顿邮报》 打破几十年的惯例 宣布由今届大选开始 不会再公开支持特定候选人 华盛顿邮报上星期五宣布 今届大选不会公开表态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 以后亦都不会这样做 行政总裁劉逆斯 在该部的专栏发表文章 认为这样做只是回归 华盛顿邮报多年之前 不公开支持候选人的本质 作为一个独立媒体 深信独者能够作出自己的决定 劉逆斯又说 华盛顿邮报是由1976年 公开支持民主党的卡特以来 才建立起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的做法 而多年来 该部都会在大选中 支持表态民主党的候选人 消息指该部的编辑团队 原本写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郝錦麗的文章 不过在老板贝索斯的决定下抽走 事件引发报章内部不满 18名评论版专栏作家联署 认为这是可怕的错误 美联社报道多名编辑和记者辞职 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 2013年买入华盛顿邮报 CNBC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希拉里 共和党的特朗普胜出后 施压令亚马逊失去一项 100亿美元的国防部合约 贝索斯担心公开支持何錦麗 一旦特朗普再次当选 他的商业王国和联邦政府的关系 可能再次受到影响 所以选择不表态 美国另一个主流媒体 《洛杉矶时报》 之前亦宣布 不会在总统大选中表态 想再多过一个乘客 以减低车祸伤亡的风险 由12月开始 刚刚拿到驾驶执照的西澳司机 在头半年挂红色P牌期间 只可以载一个乘客 除非多出来的乘客 是持有驾驶执照至少4年的 经验丰富驾驶人士 或者是直系亲属 以及和工作相关的人 较早时有P牌车祸死者的家属 发起2000人联储 要求政府收紧对P牌的限制 以减少年轻司机导致的伤亡 新限制会维持到P牌司机 在半年后转挂绿色P牌为止 为例者会被罚款并扣分 西澳州长傅克 在颁布这项法令的时候说 统计数据表明 新手司机发生车祸的风险很高 而车里面的人越多 司机分心的机会越大 西澳今年的车祸死亡人数 已经达到151人 是8年来最高 无线事机者梁明山报导 加拿大纽芬兰海岸近日出现大量白色屯藏物 未知来源和成分 当局说会认真看待海洋污染的情况 网上流传图片可见 加拿大纽芬兰南端普拉深西亚湾 出现大量白色好像海绵的屯藏物 它的来源和成分引起外界关注 有网民估是真菌、煤菌、棕绿油 也有人认为是邮轮清出来的石垃 当地环保人士杜斌上个月在海湾 发现几百个大小不一的白色屯藏物 最大的直径大约15厘米 形容它好像 铃铃铃铃铃铃有蔬菜油气味的面团 最初认为似是发泡膠 随即向加拿大海岸防卫队报告 有到场调查的学者说 短短几步路已经发现15至20个白色屯藏物 将多个样本带回实验室 其中一个样本底部痴有完全包实无法松脱的学组 而在手臂接触到那个物体的时候 更出现过问症状 它又说闻到塑胶气味 认为它们是人造物体 当局说非常认真看待海洋环境污染情况 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已经派出三人小组评估状况 加拿大环境部门就说 初步分析显示这些屯藏物是植物性 需要进一步分析它的成分和可能造成的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尋为三步道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北京海电区下午发生持刀伤人案 造成五个人受伤 一个50岁男人被捕 到夜晚仍然有警员在附近戒备 下午3点20分发生了一宗持刀伤人案 五个图人受伤 包括三个未成年人士 已经全部送院并没有生命危险 事发位置晚上已完成清棘 附近的街道停泊了多架警车 也有便衣警察巡邏 就来升空的晨周十九号载人飞船 进行发射之前最后一次全区合练 各系统准备就水 天气条件亦都符合发射要求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 走传卫星发射中心 西岸卫星測控中心等的单位 星期一上午展开联调联控 全面无以发射准备 发射以及飞行过程期间的技术状态和工作 在晨十九发射之前 最后一次要素齐全 最接近实际发射流程的演练 航天专家说 尚十九载人飞船测试结果正常 符合发射前的状态要求 航天部门气象系统就持续盘测计计定发射窗口的天气变化情况 经过我们对气象信息的积累和各家素质预保产品的分析 多论会商 我们认为巴尔窗口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 满足我们任务的最低气象条件 神十九星空在职 亦都意味神十八三名航天员驻留太空的任务接近尾声 航天部门说 他们已经展开返回地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目前三人状态良好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中美经济工作组日前在美国召开第六次会议 南地官方传媒披露 中方在会上说 部分增量政策会在下个月公布具体细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联会 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文也有出席 他在当地时间二十五号 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艾迪耶摩 共同主持召开中美经济工作组第六次会议 双方谈及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 应对全球挑战等等 运势旗下的社交媒体账号《欲冤谈天》 星期一就引述专家说 会上中方就近期推出的连串增量政策 回应了美方的疑问和误解 又披露由于政策规模比较大 下个月通过法定程序之后 会再公布具体细节 针对部分美国传媒 认为政策具体投资金额低于预期 因而质疑政策的效力 报道就指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不单只关注规模和力度 更加强调长远影响和结构优化能力 今次会议距离上一次大约一个多月 反映中美双方高度重视两国经济领域沟通渠道 是积极的信号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中山市为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市场 特别是吸引香港居民入市 日前正式开通第一条来往晚安 倒置香港的跨境直通巴士路线 连接深圳和中山两地的深中通道 通车至今大约四个月 累计车流量超过一千万价车 近几个月就多了港澳居民去到中山置业 占整体量成 当地政府也都推出一系列活动 希望进一步带动本地楼市 针对潜在的香港客户 当地第一条来往马安 倒置香港的跨境直通巴士专线 星期日已经通车 直通巴士车有五个站 三个在香港 另外两个分别在深圳湾口岸和马安岛 每日一共有两班车 单程票价是每人110元人民币 这个项目成交的业主 其实都有百分之二三十是香港人 所以我们今次开通这个直通巴士 首先方便我们现在现时购买的业主 当地有关部门又说房企 地产经纪可以和直通巴营运商合作 扩大马安岛宣传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导 内地自主研发的分体式飞行汽车 近日完成第一次载人试飞 生产飞行体部分的智能制造基地 已经动工建设 落成之后预计年产量可以达到一万部 眼前这架不是一般的直升机 而是由内地车企自主研发的分体式飞行汽车 飞行体部分 上个星期试飞 全面检验性能和可靠程度 第一位体验的是公司创始人赵德力 研发公司说 这款产品由陆地航母之称 主要分为陆地母体和车载飞行体两个部分 涉及买家去到郊区户外出游的时候 同时体验低空飞行 位于广州黄埔区的飞行体智能制造基地 已经动工 公司说这会成为全球第一个 利用现代化流水线 大规模量产的飞行汽车工厂 加起来全球的销量产量可能只有两三千台 而我们这个是按照一万台设计 所以它可能是全球航空机生产的总产值的四到五倍 公司计划在下个月举行架珠海航展 进行全球公开售票 相关负责人说已经收到近二千张订单 预计年底正式启动预售 每价售价不多于200万元人民币 2026年开始大规模交付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导 光大集团前党委书记前董事长李晓鹏被控授 超过六千万人民币一审开庭 案件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情说李晓鹏1994年至2021年期间 利用职务上便利为多家单位和个人 在公司融资、贷款、售信等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集 折合超过六千零四十万的财物 李晓鹏当庭说认罪、悔罪 案件责其宣判 65岁的李晓鹏退休后去年4月授查 当时中纪委国家监委在通报中批评他 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靠金融吃金融 海南省受到风暴谈美残如环流影响 全省多地下大雨 三亚市中小学、幼儿院中午起停火 海南省气象部门说 全省十几个院士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 雨势主要是集中在南部地区 截至星期一下午两点 三亚市累计雨量近二百八十毫米 撞了当地10月单日雨量最高纪录 多条主要到露水浸 多间医院、学校受影响 当地消防部门说 积水普遍达到三十厘米以上 已经加派人手协助清理积水 这次《时事中国》说到这里 回来新闻时间 香港赛马会140周年 第二轮六合彩金多宝今晚饺猪 如果十元一注独中 估计投掌财金达到一亿 马会场外的投注站提早一个钟开门 在中环士丹利加投注站 一开门就有市民来挖住 根据马会记录 这里近三十年来 录得四十七次中投掌 被列为十大幸运投注站的第一位 有市民特别来碰碰運气 他们都有不同的投注策略 以及中掌计划 多数买回自己的生日日 顺其自然 希望可以中 第一时间当然是去旅行 然后买砖头 怎样选择号 看看儿子那些人多少岁 写下去 用了一亿做善事去旅行 马会为了庆祝成立一百四十周年 推出两轮六合彩金多保 由于上星期二的第一轮 没有人中投掌 累积多保连同金多保 总额达到港币七千五百万 勃入今期 估计投掌基金达到一亿 投注站会在今晚的九点三截止 九点半就会搞猪 无线电视记者不止乔报道 第一届沙田单车节 星期日举行 祝贺国庆七十五周年 单车节由香港精神交流协会 和中国香港体育及发展联会主办 当日有十一场单车赛事 由早上六点半开始 分为专业组 学界组和市民组 超过七百名选手 会按组别由圆和路出发 途经乡社会路 大冲桥路 去到火炭翠荣桥接返 回到圆和路 其中精英赛会比拼六十公里 即是二十五个圈 因应赛事 有关的路段 当日凌晨四点 至上午十一点半封路 大会说已经进行路面巡查 而当日不同位置 有足够人员监察赛事情况 在赛道上除了急急措施 我们事前也有去做一次赛道的尋试 赛道上有些空位 都立即请部门填补了 以免有任何突发事情发生 评判组其实都会在四个赛事点转弯位 会看着 我们審防 若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故 我们的评判组都会去遥期暂停赛事 等完成了突发情况之后 才继续去赛事 这次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每栋大使三届亚运的金牌得主黄金堡 就形容赛事别具意义 期望日后不同地区 可以举办更多具特色的单车赛 从一个运动员来说 多些比赛其实是好事的 本身原体单车已经是一个产业 里面也有很多方方面面的 比如说单车的教学 单车的文化 我们在里面其实有很多旅游 甚至现在也有很多香港市民 或者是内地的市民都会两方面 大家互相交流 我相信这方面也都可以促进得到 单车不同的特色文化 竞技当然是一部分 比如有些是休闲或者是玩乐性 其实都可以举办 而同日11点至下午5点 在沿河游乐场设有加年华 提供不同的单车活动体验 包括是电竞单车机 BMX花式单车表演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 吴家谦佩道 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宣布 发行9000万股普通股 和50亿美元传托股票 集资190亿美元 集团并计划向承销商提供30日的选择权 以购买额外股票和传托股票 以微捕任何超额配售 集资已增强波音的财务灵活性 集资所得将会用于包括偿还债务 增强营运资金、资本支出和对子公司的投资 波音警告由于罢工已经进入第二个月 季度亏损和财源将会超出预期 美国监管机构在上星期三批准波音 集资250亿美元 以避过信贷评级被降到垃圾的级别 北韩说确认渗透平壤的无人机 是由南韩北宁岛飞去北韩 警告若再侵犯它的主权 将会采取毫不留情的攻势 朝中社报道 北韩国防部发言人公开南韩无人机 挑釁事件最终调查结果 将今月19日在平壤坠落的无人机拆解 并分析它的飞行计划和历史 说无人机在今月8日深夜 由南韩北宁岛飞去北韩 而无人机残骸和南韩军队使用的是同款 又说无人机内 又在北韩境内的上空投放反北朝传单 和在南韩境内的明确飞行记录 北韩对南韩发出最后警告 说如果再侵犯它的主权 北韩将会采取攻势 令挑釁的地方永远消失 本集完 通常到最后再次见 LA 一次 海